Hola 我是嬌仔 今天我們一起去中西文化交會的澳門 在充滿歐陸色彩的大街小巷穿梭 去人氣長龍的餐廳漫炭下午茶 在充滿童話色彩的路環小屋遊走 還吃熱辣辣的澳門名物桃塔 又怎少得澳門經電影上位大三巴 最後我們吃一頓豐富的葡國餐 如果你都喜歡到處玩 記得訂閱帳號和留言我們的頻道 今天我們會經港豬澳大橋去澳門 基本上大部份的E車和A車都會途經青魚鋼線轉車站 在這個轉車站我們可以達到A31、A41、A11、A21等 潛逢港豬澳大橋旅監大樓 詳情會在留言寫巴士路線給大家參考 由青魚鋼線轉車站到港豬澳大橋旅監大樓 只需要20分鐘左右 其實過香港這個關口是很快的 大約有5分時間就會過到這個關口 過了關口之後 我便乘搭金巴去港豬澳大橋澳門邊檢大樓 買金巴門票是可以用八達通付錢的 如果買小童門票就需要用小童的八達通 離開到編景大樓之後 你便會見到金巴 基本上見到巴士路線便上 現場所見巴士圓圓不絕 不需要等車便立即上車 成任巴士的車票是65元 小童是33元 你都會見到赤立角機場和東北古道的美景 還可以充電 如果你不記得在香港買上網卡的話 下車之後在澳門的口岸 你都會買到上網卡 其實都去過澳門很多很多次 不過可能太久沒有去 出發前對於用什麼證件 我都有點疑問 雖然我知道大家應該都會知道 容許我講一次 香港永久性的居民 年齡11歲或以上 只需要用身份證就可以挪回過關 如果年齡11歲以下除了用身份證之外 還要出示有相片的護照 或者回港證 所以大家要注意 45分鐘左右 我們便來到澳門的地方 其實我們已經有可能 有五年沒有來過 所以我心情很振奮 我終於可以踏足澳門的土地 我們現在Let's go 剛剛下車後 後面已經有另一輛金巴 我想說他們的班次 真的圓圓不絕 所以我覺得挺好 挺讚的 剛剛離開了離境大堂 我們現在就乘巴士 去我們的新葡京 大家注意的是 巴達通是不適用的 等了幾班車 大約20分鐘後便上到車了 我們乘搭101歷史去大山巴 車費6元一位 大家記得準備省錢 乘搭45分鐘巴士 便到達大山巴 疫情關係 澳門的旅遊還未復興 誰知道來到這裡 人沙人海迫都迫不進 還記得年輕的時候 真的非常非常窮 又會相當當時的女朋友 嬌仔離家出走 澳門可以說是唯一的選擇 又得吃又得玩 酒店又漂亮 來香港又近 來澳門 不一定要止墜金迷 觀光 拍照 喝喝吃吃 都可以很開心地過一天 見到一個這麼文偉的大山巴牌坊 無論如何 都要追一下它的歷史 我們一起時空穿梭 游泌大山巴 這裏就是聖保六教堂正面前壁的位置 想當年到底發生過什麼事呢 那就要說回1835年 一場大火 燒毀了聖保六教堂和附屬的教堂 當時的大火就是燒正教堂正面的前壁 即是現在我們眼前見到的大山巴牌坊 經過了這麼多年的洗禮 這裏仍然是澳門的地標 也是世界遺產之一 是每個遊客必定會帶卡的經驗 大山巴這裏真是 我想像不到這麼美 因為太久沒有來 其實我都遺忘了這裏有多美 但是這裏每一棟大廈 到處的不同顏色再配搭在一起 真是藝術品一樣 這裏仍然是一個很獨特的地方 它不單有很多很美的歐式建築 偶爾會見到這些好像萬昌堂 這些中式建築物 是很美的 下一站我們去找食 就在大山巴附近找到這間餐廳 這間咖啡就開業在2021年11月期間 即是疫情期間 由於風關的關係 所以大部分人應該都沒試過這間餐廳 這間店真是人氣餐廳 我們早早等了一個半小時 才進入這間店裡吃東西 愛卯協會的我第一眼 就被這間店的莊魂深深吸引著 感覺很幽閒 我最推薦的美食就是這個沙文 牛角包鍋夫夾著煙沙文魚和牛油果蛋沙律 這種混合一起的咬感和味道 真的很難用言詞或者筆物來形容 自家製的抹茶蛋糕 茶味不會太苦澀 甜度也適中 濃濃的抹茶味在口腔裡 有一種冤魂不散的感覺 這次其中一個任務 就是找出疫情期間 有什麼新店舖 有什麼新發現 結論 內涵真是很重要 有好味道 真是很得人中意 經過這個位置 突然間令我想起以前的香港 超級有景氣 很想嘗嘗這裡的糖不甩 我想要糖不甩 麻煩 等一下 這裡婆婆說她做了三代人 現在她是第三代 她做完都不會再有糖不甩 她全部都手插 吃完糖不甩 走出大馬路 乘巴士21號A去路環 在路環 居民大會堂站下車 這裏沒有人山人海的畫面 也沒有金剛閃閃的建築物 只有七彩斑斑 充滿歷史味的建築物 我們來到 路環 喂 嬌嬌 我們今天即興羅寮澳門 其實時間上都非常趕急 在一個這麼緊絕時間的情況下 你仍然說要來路環玩一轉 一定有原因 其實我覺得路環和大三巴 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感覺 整個澳門充滿財大氣粗的賭場 而路環這一邊 好添淨 好簡潑 感覺是好悠閒 好遠離反囂 這裏有一條十月初五 馬路令我上起 十月初五的月光這套劇集 而坐在海旁 就令我想起激戰的戰兵 路環勝方仔國勝堂 就建於1928年 據聞電影《遊龍器鳳》 都曾經看到拍過電影 路環圖書館 是一幢建於1911年 琥珀優雅婆式的建築物 我覺得這座圖書館 是一種很帥氣的感覺 即使不是讀書人 也很想進去揭書 但偽文稱不可以 如果有興趣來路環玩的話 可以搭巴士25、26或50號 你不覺得建築物 又矮矮的 顏色又很鮮豔很漂亮 好像去了歐洲一樣 如果去澳門沒有吃過葡萄 我覺得這條旅程是欠缺點東西 曾經獲得過米芝蓮 我覺得是全澳門最好吃的葡萄之一 膽味濃厚 非常脆皮 最重要不是太甜 我們剛剛在路環那邊 回來澳門這邊 坐了很久 其實我這麼多年來 都覺得澳門有一個問題 就是無論你去哪個地方 距離很近也好 都是要坐很久很久很久的車 我覺得很煙悶 現在來到水坑尾 水坑尾 其實就是澳門最時尚買衣 購買的地方 不過老實說 香港是有更多更多好行的地方 所以我們略略走走就算了 說到最多手信賣 一定是在大三八街 我們買了牛肉乾 豬肉乾 鳳凰卷等等 現場買手信有釀好 就可以馬上試味 試到好吃的那間 就買那間 終於都有一些戰利品 買了牛肉乾 之後吃 正 晚上來大三八 有另一種感覺 這裡始終沒有那麼多人 沒有那麼人山人海 我覺得走得舒服一點 你看看後面 那些燈射著大三八 很鎮定 令到它 三八對開這條路 我覺得是 景色是挺漂亮的 不過 始終真的太多人 由下午到夜晚 都是居水馬龍 所以 變了你 不會想留在這裡 看太久的風景 如果你是打算在澳門過一晚的 真的很推介大家出來 夜遊一番 因為這裡每一個角落都是很浪漫 和很浪漫的 如果去開大三八的朋友 不妨來這條行 這條叫做人池塘遊行 這是一個打卡的頁點 而且很多戲都在這裡拍攝 包括十月初五的月光 超浪漫 如果和情人一起手牽手在這裡 漫步 你說正不正 我想說 第一次進來市政大樓 原來是 想像不到的這麼漂亮 建於1584年 為南歐建築藝術的特色 二樓羅書館 1929年啟用了古典風格 我覺得自己彷彿瞬間市江倒流幾百年 這裡也是世界遺產之一 雖然我們香港也是英國的殖民地 但其實跟葡萄牙殖民地 是絕然不同的 真是很不一樣的特色 進來是沒什麼做 但我覺得進來 逛逛打個桿都是好的 因為真是太美了 這個欄杆都不得了這麼優雅 救命啊 來到澳門 當然一定要吃葡餐 我們去了市政廳附近的 公雞葡閣餐廳吃晚餐 我小時候已經聽過公雞餐廳的名字 今次是我第一次吃 葡閣雞椰汁味濃厚 是我吃過最好吃的葡閣雞 溫馨提示 我們這晚其實是要趕著回香港 我們晚上九點二落單 最後一道焗豬扒飯 在十點半才上台 如果趕時間的話 大家就考慮一下 如果大家想扮外國人的生活 可以慢慢享受 今次澳門之旅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一起到處玩吧 Fuse